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族力量 推广金石文化的正式家族 几年前因为一个土地征收的开发计划 差点失了根 来看府仁大学团队的报导 比较凶 感觉那个狮子的动作比较活样 在掌声过后 将一个个表演器具搬上车 用绳索牢牢地绑住 将相靠带领的新竹献客家武术舞师 发展协会成员 完成了今天的表演 踏上归途 一谈到客家精师 郑香浩的眼睛闪闪发亮 对郑家人来说 客家精师与武术 是老祖先从中国渡海来台后 代代相传的文化 更是郑家人一家的骄傲 但这样的骄傲 却面临着严峻的时代考验 有感于传统文化的目络 郑香浩的父亲郑宝宁 从民国七十九年开始 将十年的生命奉献给新竹献各个国小 利用午休与空堂时间 教导孩子们怎么武客家精师 直到身体不是去开刀 才将这个传递文化的棒子 交给他的职额 反正就是要传承嘛 你不传承的话 这个客家师可能就会断掉 可能就会绝肿了 在学校里传承下去的话 有了随身 他虽然像你毕业之后 你可能还会记得 如果说有人提起这个客家师的时候 你还会有一个影响在 在对抗传统文化没落的同时 郑家人没想到 政府却在这时丢给他们更大的难题 那就是琼林地区的土地征收计划 近年来为了发展经济 政府规划了许多土地征收的计划 希望能够征收民众的住家与农地 改做经济建设 乍看之下 这就是个单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利益交换 但是当土地征收牵扯到了人们对乡里的情感 整件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而发生在新竹的琼林计划 以及普玉计划也面临了相同的问题 普玉计划目前已被列入国家重大建设 将在未来几年逐步实施 琼林计划与普玉计划 都是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规划 但也间接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 例如地价上涨与侵犯人民的居住权 也让当地原本相当紧密的族群有所分裂 金师这个客家传统文化 也在这时面临了巨大危机 这场政府宣布征收后 琼林征收计划就彻底搅乱了 郑家人原本的安稳生活 因为郑家人代代相传的武术馆 就位在要征收的田耿中央 这让这个客家金师的发展 种地面临被裁前的命运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很激烈的抗争 然后其实是老人家先去抗争 然后我们年轻人看到说自己的扶持被 再去做那样子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震撼是蛮大的 想说究竟是怎么了 然后开始慢慢去接触 那协会里面的那些年轻人就开始投入了 这个就是老人家 就是想要守护家园的那个行动里面 无论是静坐澄清或者是激烈的抗争 郑家人都没有缺席 但是在政府公告征收后才开始的自救行动 被宣告是为时已晚 但是这个动作都太慢了 因为征收已经公告掉了 所以那个都来不及了 你要保留留不下来 那再来就是说那个只是一个铁皮屋 对他们来讲没有一个保留的价值 后来是我们自己猜的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你不猜也不行 后来其实抗争人都会累 我们都要上班 然后日子久啊 干脆算了 不要再玩下去 郑家人最终选择自己猜了武术馆 把客家师的训练地点 转移到郑家祖先留下来的年迷场 他们也成立了客家武术武师发展协会 便在文化局的辅助下 开始了一连串的复兴传统文化运动 出手 对 直接抬起来 往下踩 赶快哇 还满? 是哪一本呢? 是哪一本? 还满? 是哪一本呢? 是哪一本呢? 哪一本呢? 是哪一本呢? 他这有哪一本呢? 哪一本呢? 哪一本呢? 就是哪a? 是哪一本呢? 满一本的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就是说我们去走一些产业的方式 然后跟政府部门进行对话 就是由抗争走到对话 然后这个就是我认为说 我想要就是积极去投入 这个客家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那个原因 我想要建立一个文化的对话管道 客家武术武师发展协会 目前有64名成员 其中更有20%是年轻人 不断的创新与改革 是他们延续金师文化香火 最大的助力 但回忆起前几年 因土地征收被迫搬迁的过程 郑香浩还是不禁有感恩吧 被征收之后 你原本的生活都会打断 你会不习惯 这个是你还没遇到 你绝对感受不到的问题 那当你遇到了之后 你会感到说 我原本的生活 我周边的这些人 怎么都不见了 尤其是老人家 他们每天习惯性的生活 都是跟这些人见面 跟这些人聊天 那个树底下 那个巴共哈 对不对 大家在那边聊天的那种 那这种之后 大家都住在大楼里面 大家就住在各自的那种 不再有三合院什么之类的东西 你就会不喜欢 其实老人家这样子对他们来说 我的认知啊 应该是说他们身体会比较 会比较郁闷 你不能说 我遇到谁啊 我儿子现在在做什么 我的孙子啊 我的什么 他们大妈在聊的东西 就是这样 尤其是像我爸爸那一辈的人 他们种什么菜 他们买种的东西 买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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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的那个菜 其实是交换式的 我的多的给你 你的多的又拿过来给我吃 其实那种人情味 你征收之后会没有 你也没有这些田地 可以去种这些菜 面对土地征收 郑家人曾经采取最激烈的手法 后来虽选择妥协 却用创新与智慧 振兴传统文化 也联系了当地居民对土地的情感 但郑家人的故事只是土地征收中的一个渺小的例子 放眼一望无际的田耿旁插满的却是出售田地的广告旗帜 不仅让人开始思考 舍弃道明 自然传统在地文化 转而获利白花花的钞票 对后代子孙是否真的是一项明智之举 因为琼林和蒲玉开发计划 让客家京师的传承遭遇危机 也让郑家紧密联系的家族情感遇到考验 Pepo公民新闻平台上原始报道的公民记者 是住在新竹的阿斌 他是一位在Pepo上相当火药的公民记者 累积了相当多的报道 他的一篇关心蒲玉开发计划的报道 开启了辅大同学记录客家京师危机的元气 有一次呢 那个总民记者就是大宝 就说 我们昨天昨月的那一天 马总统要去新竹的新竹的新地园区 那可能有些能力 一些 他对那个 运动的真正 有些意见 有时间可以去采访 不然会讲 我们家就住在这附近 那好 那我丢地不着急 那从那一个农地的议题开始 我觉得 决报到那个角色 就了解 政府在征收议题 这个 公民协议 正当协议 还有财团的介入 如果以金钱来讲 这是一回事 但是另外呢 他们把客家的 农地的文化 還有他們的身材破壞掉 環境破壞掉 就比如說 整來請他們親戚兄弟姐妹 大家都很好 後來為了這個服役機會 就開始 弟要不要賣 兄弟親友之間就開始對抗起來 就變成是 本來你們一來 我們一家就很和樂在一起 你一來 兄弟姐妹 親戚大家就 有的要賣有的不賣 變成第一 把這家的那種精神 感覺這是最殘忍的一件事 因為報導採訪 就教我們說 你要去瞭解事情的什麼 然後去分析 瞭解之後就發覺 整個農地徵收的議題 確實真的是有問題 確實真的無問題 比如說 你知道我知道的 在新都縣 早期新都縣正 是縣市合家嗎 後來縣市本家之後 他們就到現在淑北市的 縣市那邊 這個特區 很多農民在那邊 被趕到現在高鐵的地方 後來做高鐵的時候 他們又被趕到現在這個地方 前兩次也是做縣市 一直做高鐵 他們是有正當性 反正就瘋瘋瘋 他平衙瘋瘋瘋瘋 就沒辦法了 後來這一次 在福利計畫 他們就了解 發覺明明這是一個 成立的計畫 所以他們就覺得 影響出來 他們會 他們會確立這樣 是發揮的 跟很多人來談 東京的事 有種明星 或是報導者 大家都可以知道 是做到的 傳播者 就是 做完之後 怎麼去傳播 在受惠者 如果就看不清楚 這個報導會有什麼 受惠 我想這可能是今天 最想要分享的一點 就是 這個受惠者 就像我們開房 不要忙 以前我們都不好意思 訪問你 現在就是 我就訪問你 所以我就會跟 很多人 都聊天 無心中 多認識一個朋友 所以呢 對著我的 人際關係 變得很好 跟人家聊天 跟人家聊天 我們今天都是很豐富的 就是這樣 一樣就是說 我們專業是 第一次的一個情況 我從來沒有說 我會來 跟新文記的同學 就是新的同學 或是教科學的同學 來講這些事情 我心中 對我的人的豐富度 有怎樣 所以我覺得 是一個受惠 所以我會想說 公民記者 可能是公民新聞 能保留層 也會進行 穿過 能在你的受惠 福人大學的團隊 一共有四位同學 他們這一次選擇的 報導重點 不在於土地徵收下的 抗爭活動 反而著重在 客家金師團 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讓客家金師 創造出價值 他們也從紀錄報導 鄭家人的過程中 看到他們 對於文化傳承的堅持 這次也怎麼用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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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